好了 台北县新店的彩券行 最近好像碰到一个会变魔术的诈骗嫌犯 他的手法是什么呢 我们带您看看 穿着深蓝色外套的嫌犯 趁着傍晚彩券行生意最好的时候前去买彩券 这近他拿出千元钞票让店员摸了一下 瞬间又藏到皮夹下面 店员还来不及想清楚自己到底有没有收到一千元 晃晃乎乎的忙着找钱 等到嫌犯离开后店员才发现 原来自己白白卖出三张彩券 却一毛钱也没收到 还找了对方925元 仔细来看看这名嫌犯先拿出一千元 说要买三张二十五元的彩券 店员正忙着找钱 他又急着说 等等我有零钱 可是零钱还握在手上 嫌犯又改口说 不好意思我零钱不够 接着就像变魔术一样 再拿出千元钞票让店员摸了一下 又立刻藏到皮夹下 然后催促店员赶快找钱 同时旁边还有个穿着白色外套的同伙嫌犯 手伸常常说急着对讲 要分散店员注意力 当店员回过神来 发现抽屉根本没有收到一千元 赶紧追出去 两个人已经不见踪影 前往下一家彩券行 用同样的手法 继继继继继继续诈骗 有感觉到你有收下来 那个时段没有 因为有的话我会先收下来 这两个诈骗嫌犯都是一千一后出现 被逼的采券行也提醒同意 如果碰到一个高高瘦瘦 戴黑框眼镜的男子 拿着钞票换来换去 就可能是碰到同一个诈骗嫌犯了 中间新外公亚麦丁星亚 台北采访报道